嗨 又见面了 前两天呢 印度大选的结果揭晓了 现任总理莫迪将开启他的第三个总理任期 不过呢 由于他领衔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 只获得了240个席位 并没有超过议会下院人民院的半数 这意味着 执政已经十年的莫迪和他领导的印人党 将不再是一党独大 而是必须要依靠与盟友国大党的联手 才能够组建政府了 这件事呢 其实造成了印度股市的大震动 选举前呢 印度的两大股指涨幅都超过了3% 而选举当天呢 却大幅跳水一度呢 跌超7% 为什么印人党和国大党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 根据印度经济时报的分析 由于通胀 失业 农村困境 还有种姓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 导致印人党对莫迪形象的宣传 显得有点无力 而相比之下呢 国大党的领导人甘地 就采取了很多亲近讨根的做法 在竞选活动中呢 他主要强调的是经济问题 而不是宗教分歧 这就引起了印度选民的共鸣 那么莫迪领导下的印度 其实经济这几年的发展究竟怎么样呢 首先在过去10年间 印度的经济体量从世界第10大经济体 已经跃升到了第5名 而且根据IMF的预计 他们还会在2027年超过日本和德国 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这20年来呢 他们的GDP复合增长率也高达7% 此外呢 由于印度的人口结构很年轻 年龄的中位数也只有28岁 这就为印度经济的发展 带来了廉价劳动力 还有庞大的市场 印度国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呢 也发展得很快 在基础设施上 印度国家公路的里程数 已经从10年前的9.1万公里 增长到了去年年级的14.6万公里 不过呢 印度现在其实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比如说严重的通货膨胀 货币也在不断的贬值 08年40卢比可以换到1美元 现在呢就需要83卢比了 印度的贫富差距问题也很严重 1%的人口掌握着全国40%的财富 而且大部分关系到国际民生的行业 都被大型的私企垄断着 另外呢 虽然印度有着人口红利的优势 但是莫迪政府呢 其实并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岗位 只有农业和建筑业两大部门 占就业总量的比重是在增长的 那么莫迪经济学在他的第三个任期当中 会怎么调整呢 莫迪又会如何来平衡 两党执政联盟内部的利益诉求呢 更多的深度分歧 大家可以去看看财新网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